现在有一个述特重要 东盟是我们的出口大国 出口的主要地区 但是东盟的出口价值不如欧盟和美国 这特别重要 东盟只有1.2万亿美元 欧盟是2.2万亿美元 美国是2.1万亿美元 都比东盟的价值要高 而且东盟里边很有 一部分是我们转移出去的产能 它在进口 所以中间还有中国的链在 原来是在你国内 你不显示出来 现在它转移出去 它把这一块形成了进出口 所以都觉得不形成一种威胁和紧张 你比方你原来在苏州生产的一个元器件 你跑到越南的原材料你在进口 然后完了你还在出口回去 那这一来一去数是在这里 其实意义不大 中国把东盟吹得太高了 提上欧盟和美国 才是中国重要的出口标的 我们和欧盟和美国是合作关系 我们和东盟是竞争关系 这点一定要搞清楚 另外一个你如果把我们跟东盟之间进出口的额度大幅的生长 沾沾自喜的话 跟我们看到人民币在俄罗斯主要货币 这是一个道理 其实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 他让东盟的货币贬值 让日元韩元贬值就是挤压中国的出口 太明确了 中国看的就是百分比 不看价值 中国看的就是百分比 对东盟的出口很高 百分比很高 但是价值比美欧低 这个没有人去关注 好 好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